各位同學請招案物照 各位同學招案物照 江院長 我們非常有誠意 非常有誠意 所以我們各位同學 從下午2點 就在這個場外 敬後您的到來 我們已經說過 我們非常有誠意 看到您到來這邊 我們非常有誠意 要和您對話 我們對話的前提 我們相信 您也有非常多的心得感想 想要跟在場所有同學來分享 但是江院長 您掌握有國家機器 您的每一場記者會 都能夠讓全國的所有朋友 都能夠看得見 所以現在 其實您的任何心得訴求 任何心得 都可以透過您回到行政院的時候 去發布 我們時間也很寶貴 各位朋友都在這裡敬後多時 我們只想先得到您的回應 就是關於我們的兩個訴求 您是否願意承諾 如果您願意承諾 您如果願意承諾 我們現在就可以來跟您對話 好 我們就可以來跟您對話 我現在很直接的先來回答 這個林同學剛剛一再提起的這兩個問題 雖然我心裡面一直是希望 在大家討論 我們要不要退回福茂協議之前 先問清楚福茂協議到底內容是什麼 但是既然林同學說 我們應該在別的地方講這件事情 我尊重 剛剛您同學問說行政院能不能退回 或者撤回福茂協議 我向各位報告 行政院是基於認為福茂協議 對我國未來的自由化跟國際化有很大的幫助 才送到立法院 所以我們並沒有打算要退回福茂協議 但是我們希望福茂協議在立法院可以獲得實質的服調的審查 這一個立場不會改變 第二點 第二點 請教委委員長讓教委委員回答完 第二點 關於剛剛所講的制定監督兩岸協議的這個特別條例 這個議題已經討論一段時間 前一陣子執政黨已經針對這個議題做出了一個決定 我們將會分成四個階段 來讓國會以及社會大眾可以監督兩岸協議 這個還是沒有立法啦 我們是認為這樣的一個四階段的監督的做法 後來也獲得了王院長原則上的首肯 我們希望用這個方法來做實 那如果說像賴律師所講的要立法的話 請各位一定要先回答一個問題 那就是退回覆報 這個條 退回覆報 各位朋友 請各位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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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喔 江院長剛剛給我們的回答 江院長剛剛給我們的回答 也相當的明確 我們謝謝江院長給我們那麼明確的回應 就是他已經公開的說明 他沒有辦法去退回兩岸服務貿易協定 是不是 我最後還要再講一句話 各位所關心的這兩個問題 不僅牽涉到行政院 也牽涉到馬從頭 馬從頭 好 各位 各位 稍完無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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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們絕對 我再重申一次 我們絕對有誠意 要和江院長對話 我們剛剛已經說過 我們的對話的前提 大家還記得我們對話的前提嗎 所有朋友都記得吧 來 各位 我們對話的前提 就是第一 退回股務貿易協定 第二 在本會期 馬政府在本會期 要盡快通過兩岸協議的監督條例 那剛剛江院長的回答已經相當明確 他說沒有辦法做到 沒有辦法退回 這是江院長很清楚的答覆 那在這裡剛剛江院長也提到 江院長也提到 這個事情不只是行政院 也包含馬總統 所以我們在這裡 共同跟江院長一起來 共同邀請馬總統出面面對 我們好不好 馬總統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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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 我相信江院長也聽得很清楚了 我們的訴求 他剛剛也已經回答了 他沒有辦法接受我們的這兩項前提 那我們現在是否 就用掌聲 謝謝江院長今天親自到來這裡 共同邀請馬總統出面 就請江院長回去新政院 來大家一起按口號公送 來各位不要推緊 不要推緊 各位不要推緊 退回輸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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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總統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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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回輸爆